嗨大家,今天看看这个像是手表的玩意 是环节影城任天堂乐园的一个道具 叫Power Up Band 整个系列一共六款,代表不同的角色 背面是人物的名字 下边还有个二维码 可以绑定在官方的APP上 APP大概描述了游戏故事背景 解释了手环的一些功能和用法 也能看看地图辅助收集硬币钥匙啥的 还能看见所有人的排名 所以呢,禁远之后一定要先买这个 虽然一个要4000日元 换算下人民币是200块左右 不算便宜 但是没有的话很多项目都玩不了 毫无参与感 死活都要买个 离开之后它还是一个amiibo 可以在一部分Switch的游戏中召唤出人物 或得一些道具分数啥的 算是还有点用途 但是不玩游戏基本就是摆设吃灰 所以今天给它稍微增加一点实际功能 高级的通信技术我肯定不会 顶天就是塞点东西进去 正好手上有一个迷你的地铁卡 尺寸和手环差不多 想办法弄进去 这整个是一体的橡胶外皮没有螺丝 所以白色内胆肯定是从上边塞进去沾死的 从侧面一点点给它扒开 胶水没有太紧 好出来了 这橡胶韧性还行 慢慢撕开撕不坏 内胆长这样 用美工刀可以沿缝隙撬开 这个我已经打开了 就能看见里面的NFC结构 那只要这个盖 打印了这个小圆环 尺寸就参考这个内胆 直径厚度一样 把卡放进去 扣上盖 塞回去 就基本完成了 可以看到下面我留了个空间 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这玩意儿 是贝斯的防丢器 作用就是在家找不到手机的时候可以呼叫手机 反过来用手机找它也可以 这个按钮朝外放到槽位里边 整体塞进去的时候 按钮要对着表盘的侧面 因为手环的中间是钢条 只有两侧是软 这样才不影响从下面按按钮 组合好的样子 放进去 差不多了 测试一下找手机 按钮没问题 好这一圈原始是用胶水沾死 但是要换电池 或者想恢复原状就不容易了 不粘的话 佩戴时候会有这个问题 翘边 解决办法就是用个环把表盘钩住 我就又打印了这么一个零件 造型和配色是取自马里奥塞车的轮胎 也算是互用主题 这个旋钮当然就是个摆设 不能旋转 作用是提示下底部按钮的方位而已 套上摩擦力就能固定住 就完工了 出门试试 充值机器识别正常 正常进 正常出 超市买个东西 也没啥问题 好呢 原始的amiibo打开给大家看看 就是两片电路板 为了保护它 我也做了个打印外壳 然后封印在了海贼头像里面 也不影响它的功能 等2025年新加坡任天堂开源的时候 再解封去看看能不能用 好 那感谢观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